可不可以講講941? 他最近就套了眼,沽了一些股票 他就見到中移動就有7厘息 他說是不是真的那麼穩陣呢? 有沒有其他監管或者中概股的風險呢? 其實見到今天低位51.2就去到一個月低位 他說如果真的想買的話 什麼價位入會比較合適些? 中移動可以等他再低一點 例如下去50元以下 我覺得就是一個挺好的機會去買回 因為經常說中移動這隻股 就是一些很傳統價值型或者收息型的股份 理論上你說市況差或者整個經濟差 你說什麼加息問題呢? 對他的影響業績也好 或者整體的股價呢? 就不是說真的太大 反而你說趁這一段 市因為整體那個氣氛弱 那些錢有機會在沽貨 令到中移動也是受累下來了 就是一個機會可以趁低買回 因為如果你說買價值股 下下都高墜 那很多時候就沒有什麼 就是上升空間 那反而你說不是的 等他失機無散 不知道什麼原因 純粹根據市那樣 跌下來 那現在他的那個優勢 都又接近整個百里幾 接下來他還有機會 會再加一個派息呢? 那基本上就是一個 挺好的機會 等他可能再下多少少 那估值再便宜一點的時候 就去到趁低吸納 那我初步看可能落回去 50元以下 那都可以慢慢是 就是開始收窄回那些貨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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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開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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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